各位觀眾大家好 柱姊入世 柱姊姊你好 人在深圳 人在深圳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因為上個星期我和柱姊姊做節目 聊到有關中國是不是在騙老美 其實我也知道 最近我們看到 其實老美對中國是完全沒有符的 為什麼沒有符呢? 因為很多事情我們已經跟她說了 就是這樣的 但是老美不相信 覺得我們在騙她 老老實實說 我真的覺得中國是在騙老美的 從很久之前到現在 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就一直在埋避老美 還有現在的時候就暫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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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美其實沒有辦法去解釋現在的整個狀況 因為本來預計得好了 而且老美的國策就是 我先壓俄羅賓 跟著的時候現在就要對中國了 那對的過程裡面 也都是看到 就是老美好像對我們沒有符的 那究竟是怎麼樣呢? 首先我請大家訂閱 主機看世界和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喂 主機兄 怎麼看呢? 我們聊聊聊 我說聊聊聊 說中國是騙老美 我記得第一集兩年前 應該差不多兩年了 我們第一集我講的議題就是 中國的國體是要多謝老美 當時也有很多人就說 哇 你講的那些藍、黃都很熱言 就是理性分析 還有我們講的都是一個有歷史 有我們個人的分析 我們說中國是騙老美 看來怎麼叫人騙 我們戰略上去麻痺他的思想 我不覺得是騙 我們沒有理由 什麼都告訴別人 我家裡有多少錢 我都告訴你嗎? 追溯到這個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我看法就是 要說回真的要立國之後 由中國和發言蘇聯 對我們有一個叫做 想做附庸國 想把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和軍事 和意識形態一定要跟它走 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 有一個想法 不可以這樣下去 當時還是打完朝鮮戰爭 正在打越戰 還未打完 中國已經 毛澤東已經釋放了信號 給美國 即是基辛格透過某些管道 是不介意你來 那基辛格就來到摸摸底 其實基辛格他來之前看回憶路 說他上飛機之前都是患得患失 他不知道來到中國 是會遇到什麼的待遇 是會變成什麼的人 是怎麼樣 但是中國也很技巧地透露了 我們是可以談的 我們和蘇聯都不是鐵板一塊 給了他一個信號之後 才開啟了中美的建交 當然中美建交也拖了幾年的 就不是說馬上說 就馬上做到 那美國就是 你說第一次麻痺 美國可以這樣說 當時我們基於戰略上 國際形勢 可以玩三國殺 可以說 三國殺 藝術不三國 兩個黏著就可以對抗另一個 那蘇聯和中國 那時候 人家都認為 你們兩兄弟就穿著褲子 那中國也都是 我不介意和美國展開一個對話 這樣才是最後形成了 以結果為導向 就是和中美建交之後 既然我們才打開了WTO大門 我們中國的貿易 才開始出現一個盈餘 我們的外匯 當時我們中國的外匯 是貧乏到真是 那些外交官出去猜旅費 都要找人籌那些美金 可能也有些部分 是要香港那邊幫忙的 真是它的外匯是 貧乏到這樣 那和美國交手這麼多年 進了WTO 我們是很艱難的 逐個國家去談 WTO不是說一個組織 我和你這個組織談 而是和一百多個國家 每個國家要單對單 先談到一個單邊貿易 大家同意了 當時在WTO組織裏面的國家 同意了和中國達成這個貿易協議 最後一關就是美國 美國已經玩了你很久 那談到最後 最後一場的埋桌就在北京 而那時候 美國的代表人都是很Ego 是很囂張的和中國這樣說話 談不談的話就走 那最後呢 中國就叫做低聲客氣 最後談不成 由領導人出面拍板 可以放 下面的代表人才可以談整個WTO 最後我們中國是否得益於這個WTO 這個是我們不可以否認 不要說自己 我們中國是萬能力的中國是神 中國是因為我們努力的 如果在一個國際社會裡面 你不可以說 我脫離這個國際社會 我就可以獨善其身 尤其是在那個時候 我們的科技落後 我們金融體制的落後 我們存在一個對世界認知的落後 我們能夠對世界的認識 很多是來自我們香港 香港其實當時也是給了很多 有用的建議給國家的 最簡單 中國的土地改革 第一個 投標買地 那個標書是誰幫他寫的 是說梁振英是深圳幫國家去提了很多建議 因為國家怎麼賣地 怎麼做這個地 怎麼搞 因為梁振英是本行來的 他是做測能師 他給了很多意見 幫了深圳拍賣第一幅地 這個是中國和香港 就是說中國是不可以永遠都去 不看外面 其實中國一直都是有這樣的態度 我們這麼多屆領導人 都是有這樣的視野和眼光 但是表露出來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厲害就走 鄧小平厲害的 江澤民不行的 胡錦濤不行的 其實要客觀點看 我覺得每一屆領導人 在每一個的國際局勢 我們的角力 我們的實在的 你有多少錢先外匯 你那個時間是做什麼 該韜光養晦的 該給它富起來的 該令到美國 或者西方國家 令到他們認為中國是貪腐的 中國是那些領導人 對著我們西方世界 就是嬉皮笑臉的 你要來迎合我的 我覺得 是不是叫我騙了它呢 我只是說 我們是順應這個道 走到哪裏做什麼 做什麼 而不會說為一口氣去做事 就是你搞民粹主義 是當你得的時候 你才可以硬起來 那有句說話說 毛澤東就令中國人民站起來 鄧小平就令中國人民富起來 江澤民令中國人民貪起來 胡錦濟 胡錦濤令中國人民藏起來 那到現在習近平呢 就令中國人民硬起來 那雖然這些 這樣的 無傷大雅的 我覺得這個 是有這樣的斷子 那也是 但是 說一般人的眼光看 是說幾個時代的領導人 都會覺得有不同的印象 那會不會麻痺了美國呢 我覺得是有的 它起碼 在美國選擇 和蘇聯冷戰到底 還是說聯蘇滯中 這個國策上面 我們當時如果太過民粹 太過好像金正恩那樣 好像金日成那樣 我朝鮮和你抗到底 受苦的是什麼呢 中國人民 我們今天有沒有這樣的生活呢 如果那個時候 我們國家領導人 總之 我們中國人是不可以低頭 我們要死抗和美國抗到底 美國一切都是指老虎 美帝我們要打倒 但是到我們發覺 這個國家 認識世界之後 尤其是通過香港 看到這個世界 知道什麼叫貿易 知道什麼叫外匯 知道什麼叫金融體系 我們是採取了 對的辦法 不要用現在的眼光去看以前的領導人 你那時候韜港養富就不對 那時候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說 為什麼現在你不韜港養富 現在是不對的 順應大勢 順應天道 這個就是一個國家的發展 我們騙不騙它 有什麼在騙它呢 有一個我想提的 就是黃金 現在黃金的儲備 有很多人會 包括台灣的一個名詞 蔡正元 就是蔡正元 就經常都說 中國你為什麼不炮完美制 買了金 一早就叫你買金 你不買金 升到那麼多 你不買金 那就說要中國學金 他的出發點 和他的認識 和他的論據 和他的邏輯 大家都不說我 因為他是博士 他是教授 我是一個中學畢業的 他不是教授 他只不過是博士 剛剛拿到 他也是博士 我是什麼 四方合格 我還加上一些功課 美術 四方合格 就是在這個Portfolio 整個國家的外匯配置 資產配置 永遠都不可以 只是配置了一樣東西 單一資產的 這個如果 我買了金 我就繼續成功 這個世界是沒有組織的 你不會知道金價會升 當然你會預計到 打緊仗 金是會升 但是沒有人知道 俄羅斯 被烏克蘭拖了兩年 他拿克里米亞 是一個禮拜搞定 很多人都覺得 你打烏克蘭 隨時搞定 但是沒有人知道會拖這麼久 也沒有人知道 蝦仔耳仔 忽然間 搞這麼大的事 沒有人會知道 包括 很多世界的央行 做一些很傻的事 我們中國 你說我們中國 是不是要拋了美債 買了黃金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第一 我們現在中國的黃金儲備 是二千多噸 二千二百多噸 其實二千二百多噸 跟世界上來說 我們應該排第六位 左右 第六位 第七位左右 最多是美國 如果沒有記錯 美國是八千多噸的 美國的黃金儲備 八千多噸 我們中國是二千多噸 跟其他國家都差不多 有四五六八的那些排位 都是二千多噸 二千四噸 二千三噸 我們二千多噸 這是中國公佈的 我們的黃金儲備 而在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 紐約的總部底下的金庫 我們有六百噸 就放在那裡 還沒拿出來 有些人說 你中國這麼蠢 你還拿出來 那就不給你怎麼辦 其實六百多噸 如果大家計一計 那裡幾百億美金而已 不是這麼多 我們中國現在拿著七千多億 七千多億的美債 美元 如果你說四百億美元的黃金 它沒收了我 那如果它沒收你四百多億 它不如沒收你那八七千多億外債 就是任何一件事 都已經到極限反面 如果你沒收我的黃金 你也沒收我的美債 所以就是 而你拿 我說我賣完美債 我拿著那些美元 那你買什麼呢 你可以買到什麼呢 那你全部買了金 金是沒有利息的 是一個沒有增值的一個 是隨著那個波動 如果人家要對你中國的外匯 去做空你的金 你以為你拿著實金很厲害 你拿著全球 現在有多少噸黃金 就堆不爆你了 你全部拿著黃金 你那些是實金 人家做空你的 在期貨市場做空你的 在倫敦和紐約 黃金市場做空你的 那你國家外匯儲備 不可以被人忽然間把握一堆 因為它make to market 你看金的一出來 你的外匯儲備 跌了20% 喂 它在外匯那裡做你黃金 不是那麼難的 它造成波動 你怎麼搞呢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要買了黃金 我們的外匯 現在我買了拿著美債 是 我們要減遲的 要減遲 我要把它分散的風險 但是現在有沒有哪個資產 我們可以覺得可以買了 而保持到 是穩陣的 唯一就是 和俄羅斯、伊朗 簽訂一個定價的長期供應 我們已經有個國家 是長期供應給我們 一個廉價的天然氣 那個是美國 Donald Trump那時候 就說我們的貿易那裡不公平 你給我買多些東西 你只是今年買不行 你給我買90年 我給你簽一個價 我們現在和美國 天然氣那個價是便宜的 但是簽了 我還有和俄羅斯 也簽了一個長期的能源供應 我們有個定價 那就是說 將我們人民幣的對標 我們有一塊人民幣 可以買到多少卡倫的油 已經是等於一個 人民的定價權 因為你隨時拿這個人民幣 就可以買到變成一個能源 那就是中國的部署 如果你說要把我們的錢 清空了這個美債 第一 你會蝕很多 你這樣清法 大家知道 美債就說有10年 有3年 有5年 有1年 有長期30年 你未到期之前 是會隨著市場波動 假設一個單位的美國國債 100元 現在市場可能是50元 也可能是60元 如果你說要賣的時候 你一次過扔這麼多出來 誰會接 別人一定收你價的 不如有一些短期債 或者到期債 我還有1年 或者5個月 還有3個月到期 我肯定拿到尾 我和你美國政府拿回100元 我為什麼市場拋出去賣80元呢 所以不是說拋美債這麼簡單 還有這個籌碼 在你的手上才是籌碼 當你拋完之後 就不是籌碼 你就要翻臉 你只可以兵和相見 你拋完美債 就是反抬的 你不要翻轉 現在我們拿著美債 還可以在談判的時候 好吧 我給你多買一百幾十億 你不聽話 我又沽你200億 如果你手上沒有貨 你沽什麼 你都賣完了 沒用的 所以不要這麼純粹 看一兩樣東西 我就要拋好美債 我們中國有二千多噸的黃金 這個就是在握著美債 握著全世界 中國絕對不止二千多噸 為什麼這樣說呢 沒有一個金這麼重 有一萬噸 我都不會告訴你 假設現在我們世界的黃金協會 統計各國的黃金儲備 總數加起來是十萬噸 所以現在是二千二元一盎司 這個價 如果我們知道 原來加起來是二十萬噸 黃金 那是不是就是二千二元 當然會跌價 因為多了這麼多供應出來 那我有金的 我肯定會藏起來 我藏起來的意思是 我不會影響到金價各國的黃金 不會讓人知道世界的黃金 每個央行還有這麼多金 那為什麼我們要不跟他講真話呢 我是怕被人攻擊的 我肯定會說 你猜到我 他都不會傻 他猜到你 不知道二千多噸 他猜到你 但有多少呢 我不會讓你知道 這個才是一個 令到你動著美國人 在玩著你 如果你想做空的黃金 我隨時給到貨出來 你要我來買 我們交不了貨 我也是 我有六百噸在那裡 我還有一千六百噸在那裡 但是你經常 你賣的也有的 那些金 買完之後 我還有二千二百噸 你不用來看看 真的擺在那裡 那你以前買過那些什麼 那些民間賣給政府的 我們中國人結婚 打些金額 鋪到上頸 把兩邊的 金光臂這樣的 他們賣給政府的嘛 那是一把金的 這個就可以穩定到一個 我們的金價 也不會衝擊到這個 實金市場 但是我們現在仍然被人在玩 就是期貨市場 期貨市場最大的莊 就是摩根大通 他們是做莊的 他們不用拿實金交收 大衛生都做過 做過外匯都知道 很多時候說過倉 只不過是說到期貨 交割那天 算賺虧的 不會交他實貨的嘛 因為你轉倉轉下個月嘛 就是我買了這麼多實貨 不用一定要交收的 石油都是這樣的 難道你真的整桶油去交給你 我買了你這麼多桶油 我給你一桶油 不用的 到轉下一個月倉 我又會說下一張單 我就賣了 那我的油就賣給下一家 就不需要拿實貨 所以實貨黃金和皮貨黃金 是兩樣東西 而實貨黃金是最被動的 因為你交收要很長時間 你要去聯邦儲銀行那邊 你在美聯儲那裡同意 拿著保證去打保證 你說我賣給俄羅斯賣 俄羅斯賣 俄羅斯賣不行 我賣給哪個國家 福律賓 你就告訴聯儲的國庫 我就賣了100噸給他 福律賓就說我走了 你跟我過戶100噸 在那裡一格一格的石金 在美聯儲的倉一格一格一格 在那裡拿這麼多噸 大家派個人去看看 那麼多噸給了你 就塞進你的櫃裡 就告訴你 你的保證多了100噸 你的保證少了100噸 有多少黃金在美聯儲裡面 查不到 德國要求去盤點 在石金 美聯儲說不行 安全問題不讓你查 所以德國都拿回一半走 但是德國拿回一半的時候 他就發現 為什麼那個箱子不同了 我派進去那個箱子 不是那個箱子 那就是說他們的金 是拌來拌去 但是anyway 他拿回一半出來 有人說他的成績少了 但是我覺得不會的 都是九九九金 但是未必是你的那塊金 但是在美聯儲眼中 入足我的貴就是我說的 我說的就算 我說你有就有 說你沒有就是沒有 那麼我要這樣看 所以說中國的黃金 是在握著美國 那我覺得是很機智地 我們留一手 我們有多少金 我不用告訴你 我們公佈就是一定有的 你可以隨時點倉 看看我是不是有2200噸 我給你看 為什麼我們這些金 放在美聯儲 有600噸都拿回 至少我給國際市場看到 我最少最少最差的 我都是600噸 放在那裡 大家看到公營 我有的 而我就有多少 1,600噸 你信不信我 你不信我 你過來看 我有 但是到有一天我需要 留定 流動性需要 我們拋售黃金 就不會在各付黃金拋售 我們可以應對 拋售一些實金 獲取美元的流動性 應對別人攻擊我們 人民幣 我們不止你看到這麼多 八、七千多億 美金外債這麼少 我還有一些在倉底 這個是一個應對的措施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是一個專業的看法 那就打去上去看看你有什麼看法 據我所知 這個世界的黃金其實是有一個標準的 如果你作為一個國家儲備的黃金 好像是那個標準是很重要的 包括是城市、你的大小、美國方面 其實是一公斤一塊左右的 這個還是十公斤我不太記得 因為當年我做外匯的時候 對這方面有研究過 早期那時候 所以你有黃金那裏 你就要有一個國際標準在這裏 這個國際標準 我就看回內地的一個百科傳輸 叫支付的資料 其實法國就拿了一批黃金 波蘭都曾經試過 差不多清倉了 委內瑞拉和很多國家 其實都是拿過黃金的 中國有600噸黃金 其實算不算太多呢? 不是很多的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們都說的 因為之前我也覺得 中國是不是應該要走回金本位呢? 後來跟一些 學經濟學金融的朋友說 這個沒有可能的事 現在是沒有可能的 包括可能有所謂的 亞元或者金磚幣那些 這個可能性都 相對來說是低的 是低的 完全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說要這樣用 其實會令到世界呢 就更加動蕩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為什麼會更加動蕩呢? 因為金本位其實根本已經走不通了 現在是一個所謂的信用貨幣的模式 還有你看到其實 這麼多年來 一路都是有QE的 沒有停過的 那有時候當然是 除了量化寬鬆 我要頭一頭 就量貨幣緊縮 是不是? 就是縮掉了 我們說的 對於我這個有限的財經知識 但是我參與過炒賣的 我知道遊戲怎樣玩 是一個很大的辦法 期貨都是一樣的 股票都是一樣 你可以買升買跌 那內地現在都是 其實你就不可以隨便供貨 是不是? 所以我就 買A股 我自己掛來講 不是教大家投資 只不過這個比較容易 因為你其實基本上 都是買單邊的 還有國家的現在 整個發展很棒 對於蔡政員 我解釋一下它的問題在哪裡呢? 第一 你作為一個國家 你不是一個金融市場的炒賣 我當然是要以穩健為主的 還有我儲了這麼多美元 還有這麼多美債 其實我的作用很大 因為已經講過了 我們不會是對標美元的人民幣 人民幣是對標一籃子貨幣的 還有我們要保存著我們的實力 不是說我要賺錢 我要買 中國缺錢嗎? 中國共產黨最不缺的就是錢 整個的資金量 是海量這麼豐富的 那如果我一次過把所有的美債 拋全去港 中國應該早點把美債拋全去 走去看 哇賺這幾千億 那就正好了 傻了 我們當然要規劃的 如果像這樣做 中國早就倒下了 被西方帶著去走 現在中國是在引領世界的 這是第一觀點 那為什麼說 我們的資金是要用來做一些很特別的用途呢? 就是說我和其他國家的貿易 如果當其他國家有問題 美元不夠了 我們就動手 我們專門隔離催嗎? 老美知道的 是不是? 當其他國家 現在美元決的時候 我就給他美元 給他 人民幣給我 他是OK的 之前我可以看到 阿根廷發生問題的時候 未來還沒上台 前任的時候 要借美元沒有問題 那他要怎麼用 那他自己決定 他可能覺得可以賺個色差 這些是沒有大局觀的 一句說完 只不過是一個炒家 連金融專家都說不上 甚至呢 在帶著風向 覺得中國現在很多是財經政策做錯了 近這十年裡面 習近平主席真的令到我們生活過得很好的 除了美元 還有美債 美債我們也需要的 不是說要寒著老美 而是大家要有交易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個底 我們可以跟他說 是不是要沽你或者什麼呢 其實你現在不穩陣的 你對我們人民幣的國際化 其實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如果我拿著美債 我可以跟你溝通一下 是嗎 可以儲經這樣說 這個我完全認同的 儲經那個做法就是說 喂 你不聽我就沽你了 但是其實我們在減少美債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對標著一籃子貨幣 但是現在世界上很多經濟學家 其實都知道這件事 但是呢 就覺得現在中國好像在玩美國 我們不是在玩美國 我們只不過相對來說 我們希望這個世界是一個平民的世界 不是一個呢 我說怎樣就怎樣 你說怎樣就怎樣 而是大家討論商量 我們經常說 我們跟其他的組織 我們都是加一的形式 比如東盟加一 是不是 跟俄羅斯來說 我們不是盟友呢 那麼很多人西方都有說 什麼準盟友 其實不是 我們只不過是背靠背的兄弟 有什麼事情 為大家互相商量 以你為優先 我們大家聊一下 我們有事 你就以我為優先 大家是同一條船 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是完全不同的 那麼當年的國際化呢 就是我們看到了1971年 是不是 基辛格來到我們中國 七月到九月的時候 其實應該來了幾次的 秘密來訪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然後呢 十月份就很特別 我們就入聯了 是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件事是非常密切的關聯性的 那麼當然啦 但是我們都繼續做我們要做的事情 還有我們那時候對整個現代的世界 是比較模糊的 這件事要感恩美國的 雖然它收割了很多 但是必須要走的這條路 但是走一走一走 我發現它做的事情是有不太妥當的地方 李先生也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們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資本家 這個是事實的 最有錢的 現在全世界 有哪個組織 或者哪個區域 哪個金融的機構 給中國有錢 中國的錢是屬於自己的 譚新強就很喜歡說 你看 這個貝萊德那些 真的有錢 你看管給10萬億的資產 管理啊 國際 什麼叫管理啊 你管理其他人的資產 這些資產不是你的 這個很重要 中國是自己擁有 你說它整個體量有多大 我想 我想 中國現在的體量 真的不可以讓全世界知道了 知道一定會嚇到的 但是 猶太資本知不知道 絕對清楚 美國知不知道 絕對清楚 你根本玩不贏中國了 完全 我們沒有看得那麼全面的 但是國家的整個策略 是看得非常全面的 所有的資料 都放在我們眼前 如果我們是一個國家級的人 一定放在我們習主席 和所有專家眼前 大家去討論 曾經有朋友和我提過 其實我們每一個領導人 其實都有很多智庫 這些智庫是提供了很多資料的 各行各業的專家都有 我們國家的整體的發展 我當然不告訴你老美 你老美壓制我們 我們當然不會讓你老美知道 很多年前我們已經不排名了 但是世界都說 全世界一些 認識的科學家都說 喂 中國的一個超算系統和超算電腦 可能真的是世界第一 你現在老美排第一 你是不應該浸來 底的浸來 其實中國就是做一個做市商 是全世界最大的做市商的角色 擁有很多的資產 擁有很多的貨費 還有不怕被人還 因為中國就是做了一個做市商 因為是我決定的市場點 以前是美國 現在對不起 中國才是最大的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說老美 為什麼自己要掘起 要超越中國 因為他已經被中國 遠遠地超越了 講玩錢 我們知道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你當然是有錢大了 還有 你有錢也不一定大了 你是一個傻子 你有錢多 那就愚蠢 但是不是的 我們很有智慧 我們知道怎樣鋪排 怎樣去做 所以中國做外交 就是一流的 做貿易 一流的 做消費 各方面 我們都一流的 因為我們絕對不需要大水漫灌 當年有大水漫灌的情況 那是不是騙了老美呢 老實講 中國人應該了解一下 我們去看到的每一件事 不要站在美國的角度去看 我們很清楚知道 當年 三年前 兩三年前 楊潔篪說的 中國人不是隻兔 這句話是一個 側的改變 其實中國不斷在進步 不斷在調整自己的政策 但是中國有一個優勝的地方 就是每一位領導人之間 其實都在這裡傳承 這個傳承是有規劃地傳承 五年計劃 我們已經做了十幾次了 這十幾次裡面 接下來的十五五規劃 我就更加期望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 現在中國在走非常重要一步 未必是最後一步 就是這個金融的霸權 要打破美國的壟斷 重新建立給自己一個金融的體系 這個是我看好中國的 也是我這一代人 我錯過了過去這麼多的紅利 現在我就感受到這個紅利 我當然要支持祖國 我今天跟李先生喝茶 我都說 我是all in中國的 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這麼簡單 我當然因為我自己是祖國 我當然會幫自己是祖國 而是呢 我看到整個世 當你看到西方世界 為什麼會這麼 乞求 抱歉我用這個字 真的用乞求的 是要跟中國聊天的 包括馬斯克 是吧 早兩天 我們做節目的早兩天 突然間秘密訪問中國 接著股價在那裡飆升 你沒有了中國元素 你什麼都不是了 是不是 儲經 怎麼看 你講到這個中國的外匯 拿著那個夠錢 中國很有錢 但是問題就是說 那個外匯呢 不可以 這些美元 是不可以用回中國的 這些錢 我們有我們的做法 中國 我們現在說 喂 你房地產爆煲 你加這麼多美金 你換人民幣 你幫忙 這是好東西的 中國外匯的美元 是沒有這件事 拿回大陸用的 是用不到的 這個論述有些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有名的 竟然都會這麼說 這麼厲害 你又說這麼多外匯 你們的恆大房地產爆煲 如果有這麼多 你拿回去救國 是傻的 沒有的 還有 我補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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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美元債的問題 和內地的恆大 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有很多節目講了 在《方言之間》講過 在《真實中國》講過 因為這個外面的事情 那時候已經很清楚 我是內地是不會包的 因為我們外匯是有管制 還有當時簽約 是公盛去想去脫水 所以完全跟國內沒有關係 跟我們國家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 交給你 我買過 我做過 我也做過 我也做過 我也做過教育員 我做了 幸福我買過 碧桂園我買過 恆大也買過 那時候早幾年 是說2022年 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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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差不多 我也做過交易權單 我下了單 那張東西 那些今天債 是由高盛 或者是JP Morgan發貨 它是做成銷入 就是說 恆大在外地 是沒有內保外貸 它那份東西 寫得很清楚 水蛇春那麼盡 二十多日 二十多日 不止 它發債那些東西 它很多債 有幾個月 有Cocobank 就是永續債 有三年 有五年 有些不同的terms 有些說年年比利息 有些說最後全都給了 那最後呢 就會有一個風險披露 每一個風險都說得很清楚 這個債是不受 但沒有 是沒有 它的單位是哪個單位 它跟Subsidary 有一個公司 就是恆大 發一個Subsidary公司 發債 由恆大母公司去擔保 恆大母公司是什麼 這個叫離岸架構 沒有公司就在一個BVI 或者Kamen 一間這樣的公司 而只不過說它們在國內 有一間分公司 叫做中國恆大 正在建房子 它投資下去 那你在外國爆的那些債券是什麼 你清本就清它沒有公司 它沒有公司 最多在香港有一間 叫恆大大廈 已經沒有了 它就拿出資產充公 它就拿出資產充公 它都說明 你買的時候 那些對家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叫做training 你沒有做過training 是不給它的債 它training的核心 講來講就是 你要聽我講的東西 你的風險披露 你們如果買一制 可能是一分錢都拿不回來 你買不買 你清楚明白 我說清楚明白 你的錄音 每一個錄音 我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四個字 很重要 是啊 你會講清楚明白 它聽不到你說一次 你是不是以上外容 你清楚明白 投資放棄就自己勝仇 那就是這樣 我當年做外匯 我都要跟客人說 清楚明白 你會分分鐘沒有了本金的 但是你不用上身 是啊 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 那沒辦法 與人無由 後來我不做 我就是覺得 真的不行 看完輸錢真的心理壓力太大 所以我不做了 就是風險披露了 那我在外面買這個美元 就是它利息高 它美其名叫做高息債券 其實它真正的學名叫做高風險債券 不是叫高息債券 不要被人誤導你 那你貪民那12厘的 大哥 美國國債那時候是2厘多 為什麼人家給你12厘呢 那現在美國國債都很怕爆煲的 但是我不會覺得馬上會爆 都不會說短時間會爆 因為如果爆得了 你拿什麼都死的了 除了拿人民幣之外 拿人民幣你又不怕了 那你拿任何貨幣都會爆的 那個經濟就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 日元我們做節目的時候是30號 這兩天就跳得很厲害 我們可能出來之後 我不知道日元的走勢向上 但是為什麼會日本人這麼狠狠呢 大衛Sir你有什麼看法呢 首先說一件事 美元這個會爆的 其實是一個灰犀牛來的 是不是黑天鵝 不會啦 因為大家知道會爆的了 那日元這個情況呢 其實一直跌下去呢 現在已經有傳聞就會爆的了 會爆的了 就是以我做這麼久的一個外匯交易 其實背後是大哥要他倒閉的 不是他自己想不想倒閉 他夠不夠到呢 是夠不夠的 因為形勢被人強 那高盛 多謝處境 我之前找不到資料 就說你肉夠無從的啦 你夠來也沒有用啦 那為什麼會夠來也沒有用呢 就是跟大家說一下 當然沒有用啦 大哥 你現在抓緊就命 是不是 所有的資源都不是在你手上高 你是欠債累累 高盛都說了 你現在的欠債 喂 是你的GDP的多少倍呀 兩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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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美的欠債有多少呢 我就看到國債中 其實我問過A軍 這件事都是柔柔的 他說不知道看得到幾十% 其實差不多1.25倍 現在差不多是 當然啦 你說美元升值 是不是 但是 暗指著高盛說 日本不行 其實第二個不行的 應該就是老美 是不是 老美的體量太大 根本一輩子還不完 李先生就跟我說 喂 美元債 如果你真的繼續這樣過來 按照現在的形勢 以後不知道 十幾年後 應該去到100億美元 那你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這個只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 灰犀牛事件 黑天牛事件就是突發的 我不知道的 譬如很簡單舉例 突然間 印尼 那個貨幣 突然間崩潰 完全救不到 是吧 那或者索羅斯那時候去玩 太豬 是吧 玩 玩這個港元 是吧 那時候的時候 這些就是 就是一些我們所謂的黑天鵝事件 因為預計不到 是突發的 但是 其實這件事情大家知道的 只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煲 其實 我就覺得 一元早就爆煲了 最近有一宗新聞其實挺過癮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呢 就是說 日本的一些女子 一夜那些 一夜夫妻八二元那些 牛肉麵 牛肉麵的代價 牛肉麵 還要便宜20日圓 這件事情我看到 在我的 就是 和中學同學的一群組裡面 真的在說 哇很便宜 哇大佬 從來沒想過會這麼便宜的 那就開玩笑 這些純粹開玩笑 大家都在這裡猜拭 不如去日本玩一下 但是呢 我就跟大家說 當你的 我們叫做 人 就是出賣身體的價錢便宜到這樣 這個國家是完全沒有希望的 完全沒有希望的 基本上是零希望的 日圓呢 貶值下去呢 我覺得基本上是必然的 因為它沒有可能升值的 因為我看了很多的資料 我也想看看 日圓有沒有機會升呢 它是沒有機會升的 包括它的息率 會不會上升 或者上條 在這個時候 如果老美不放手 不再吸脫 我說的是老美的資本家 不再吸血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我看到你的液 我踏了你的肉 我當然要咬你了 我咬你了 我咬你了 我沽空你 我已經預算了 所以它那個上上下下下 A關一說得很好的 我當然是先把你這些 旁邊的那些先剪掉它 是吧 讓你輸了 這個震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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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仓 我也知道震仓的 因為當年我都經歷過 就是歐元 量化寬送那個位置 也和大家節目講過 我那時候其實都挺好的 一夜之間 就真的五位數字 美元撐了回來 那你現在這個震仓 其實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事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經歷過很多次 如果你的震仓是突然間跌 如果你是把那個震仓放得 就是過夜的話 對不起 日本話說現在 現在美元和日元之間 其實我們不要看美元和日元 我們應該嘗試看日元和其他貨幣 其實都是貶緊的 對於人民幣來說 人民幣其實是購買日元 都是便宜很多的 所以形成很多內地的同胞 去日本買房地產 或者收拾便宜貨 我勸他們真的不要玩 日元是日本很可愛的國家 它持有很多未債 它自己也發了很多債 就罰日元債 而日元債大部分 其實是國內企業買回來的 日本人自己買回來的 日本人自己買回來的 那它那個日債的倉就不會怎麼爆的 就是它可以控制國民 就不會被賣 但是現在你這樣跌發 有些企業頂不住 流動性出現問題 有機會去拋 它自己人都頂不住 都要拋的 你說它拿著那個 應該是1萬多億 它有沒有記錯的 美國的國債 日本現在拿著最多 但是美國不讓你賣 美國這次說明 但是它什麼時候會讓它賣 我們不知道 at the moment 美國是說明 阿安田 我過來就不是叫你開會的 我叫你講兩句說話 你不可以賣 起碼一段時間 它不是說你永遠不買 什麼時候到幾 你不可以賣 我相信絕對有一個能力 叫日本 你不可以賣 日本就糟糕了 因為它明知道 喂 美國我叫了你 不可以賣美債 就是說它的 美元流動性出現 極大的問題 那就是怎麼樣 那就是它要 抛日圓 買入美元政府流動性 它流動性的需要在哪裡呢 港稅 日本是沒有資源 它買所有的能源 都是要用美元去買的 糟糕了 喂 美國佬 這邊不給你 你的錢放在它國銀行 我告訴你 我跟你做得定期 我沒有叫你做定期 我叫你做你就做 做定期了 你現在不能拿 然後轉頭說 喂 說什麼call loan 不是 我有錢在銀行做了定期 不是 你的房子現在跌了價 我現在call loan 要你保安金 你給我按了八成的房子 我有錢在你那裡 但是你的錢不能拿 你的錢是你而已 但是做了定期 這個比喻清楚了嗎 他說 有一個人有一層樓 按了給匯豐銀行 每個月要還本息 但是他又要 他按一百萬 我有一百萬 就放在匯豐做定期 那麼匯豐說 你那一層樓一百萬 現在跌到六十萬而已 跌了價 你要保安金才行 如果不是call loan 收你那一層樓 他說 不是 我要定期放在你那裡 都是匯豐的 定期歸定期 定期你未到期不能拿 但是這層樓跌了價 我現在call you loan 斬你倉 就是這樣的玩法 所以現在 美國玩日本就玩得很慘 美國他又看著自己有萬多億 如果他說 我把這些錢移出來 其實你不用得了 你讓人知道 誰沽我的日圓 我現在有萬多億美金在這裡 我哪怕打完子彈 你夠膽來跟我打 這件事 就是索羅斯 輸給當年 98年 輸給我們香港 就是我們臨兵鬥志 列陣待遲 我打完香港的 我還有一個中國在那裡 朱鎔基講到明 全部拿出來 我和你玩 你一個索羅斯 只不過是金融機構 你不是國家 你怎麼玩 但是這次日本呢 慘了 美國人都知道 美國不讓他拋棄債 他竟然要自己 自己的日圓跌到這樣 而沒有一個流動性 如果你有夠錢 告訴別人 你誰來沽我 隨便沽 你沽多少 我買多少 我拿美元和你買 我萬億美元 我和你買 誰敢買 因為你要交收 因為他們沽那些 不是說實貨的 都是沽它期貨 一度交收的時候 我的日圓彈上去 還有沽 日圓那幫人 是借日本人行的日圓 出來賣走它 巴菲特就是這樣玩 巴菲特 因為日本日圓長期是零息口 就算你和他借可能0.01 喂 很低息 低到就是千分之一年 千分之一的利息 他日本那裡巴菲特說 我是巴菲特 你不信我嗎 我什麼都不用抵押 我信譽就借你一千億日圓 他借出來怎樣 炒起股市 然後到高級 喂 你還錢 那就沽你日圓 日圓就跌了 當時我借你日圓 一來一回 咳你20%要什麼 是短時間 你現在跌了多少日圓 從一零幾到一五幾 一零幾跌了50 或者跌了50個雷經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你那幫人 我借日圓是很便宜的利息 我拿出來炒起股市 又賺你一筆 接著我就沽你的日圓 我炒了我賣了股票 賺了錢 我就想我換了美金 在哪裡換 在日本市場換 我大量沽售我的日圓 拿回那些美金 日圓不斷跌 那你拿著那些美金 你換回日本紙 還回給你銀行 這樣玩死了 那這個這麼充滿這個 貪婪的世界 我不覺得這些全部都是 美國政府的力量 美國政府只是打手而已 真正的資本家在後面 在後面操縱著這個金融 那巴菲特 你會不會說它是一個很狼毒的 這樣做法 但是你日本你自己的國策 你的金融政策 主權不在你手上 那別人提出這件事 那你不可以救病別人的 別人看出來我是借你 我不會沖一軟 我問你借 你借給我 我巴菲特的只一個臂 他都不用換日圓 我借了 那些美金來換日圓 哇 一來一回賺多少 所以這樣搞法 其實問題哪裏 都是一個日本的 你是別人的寵物 你沒有一個金融自主 沒有主權自主 沒有軍事自主 你丙遠都是被人玩的 這個世界現在玩金融 或者今天多說一些 金融有兩個哲學 一個叫做應用科學看法 一個是自然科學的看法 有兩個流派 一般來說 那些人見模型 就叫做自然科學 見模型 就是說 根據歷史上 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當這個指數到哪裏 就自然供給了 那個國家匯點 就會在那裏 會變的 我供應量在這裏 價格在這裏 供應高了 價格會低了 那永遠就有一個行地的模式 那世界的貨幣供應點 GPD 有一大堆這些 以數據講成話 OK 這是自然科學 是以數據 還有一種叫做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做金融 就是講信心 就是人在影響著事 通過人 人心影響事 事的表象 再影響其他人心 人是會加了自己的信心 自己的敢不敢去做 或者是貪不貪心 是會在一些事的表象 影響到就是擠題 本身美國很多銀行 是不需要倒閉 但是那些人是因為害怕 如果你說一個自然科學 其實它好像直到銀行 它拿著美債 只要等到30年以後 美國政府會給它一百元一張單位 它的資產是夠給那些散戶 但是那些散戶 哇 害怕 美國會這麼搞的 你現在美國國賣跌到這樣 然後有一條數 你不夠給的 如果是這樣 但是它的債還未到期 如果講一個自然科學 就是說它的債只要拿到30年後 美國政府會給它 給它原價 但是現在Smart to Market 現在市場只剩下80元 70元而已 不是100元 所以那些人害怕 害怕就會人心影響到市 以這個市的表象 也都拖死了幾間那些叫做地區銀行 這個就有兩個行派 但是我會覺得應該是 以社會科學去看這個金融的 不可以再按以前那一套邏輯 計數 見夢 現在見過木營 以前很多的投資代表來和我們去京東 都講的那些木營 我就不跟它講經濟 不跟它講金融數據 我跟它講政治 講局勢 講世界大觀 我看誰能夠給到一個世界觀 是清晰的 我覺得Buy的 我們是Buy這件事而已 在宏觀來看 如果講這些數據 歷史上近幾幾年 我們發生的幾多事情 根本就不可以 你很多的 我認識的 做的投資代表 都是account manager 那個時候 賺二、三十萬個月的 都是高財新 都是哈佛回來的那些 借光了 他們講的那些東西到現在 那時候那些人講到 還在講 我現在看回一些股票 有些倉底 那時候不是掉了 他們講到還是說 騰訊看一千 那時候五百多 哪一隻看多少 這個看多少 現在 看回 剩下20%左右 他們講這個模型 如果這樣的發展 就會這樣這樣這樣 但是你會看到現在 中美之間的磨擦 他們看不到 我看到就說 美國會洗橫手 不按套路出牌 那你會打壓中國那些 在美國上市的概念股 中美概念股 它要打壓你 一句話而已 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要看在社會方 事、人心、人心、事 互相的影響 都是根據這個 包括你的民粹 包括你這個 國家的力量 包括領導人的執政 的理念 還有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 還有沒有規矩 已經是沒有了規矩 那些什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Rule Brace Order 只是說笑話而已 大博Sir 你有什麼看法呢 今集的節目會長一點 我想一個小時都可以 很短 有金筋 咳兩邊 咳兩集 咳兩集 到時候看得怎麼樣 瞞出觀眾 不會 不會 講得很精彩 我都說先如己 後如斌 是吧 自己覺得沒有人這樣做 其實沒什麼意思的 因為我很同意 剛才處境說 用社會科學 不會用自然科學 大家知道 當你發生問題的時候 那種淺塌 是非常得人害怕的 那我就剛剛看到 邵漢風雲又來了 秋冠效應 和A4做了一集節目 又來了 又來了 又出劇嗎 又出劇嗎 GPB真是多多沒有好人 但是這次呢 這次會不會是股票呢 我們剛剛看到 秋冠的邵漢風雲就上了畫 是吧 那時候呢 我們就有一個地產 樓市的信息 就很嚴重 就是呢 副資產 第一季呢 就突破三萬二千宗 去到三萬二千零七十三宗 升幅是多少呢 27.4% 涉及的資產呢 就是一千六百五十三億 那這個是創二十年新高的 非常之嚴重的 那大的問題大家 知不知道 二十年前發生什麼事呢 沙士 沙士 沙士是2003年 2003年 這件事其實 非常之嚴重的 那財赤當然是增加了 比預計的 那大家知道的了 很清楚 是不是 那這次抽冠效應呢 會不會在股市上 那當然大家要小心 但是樓市呢 大家已經在潛塌了 當你收了那個呢 我的壓力測試之後 其實現在呢 我都建議大家 不要買香港樓 還有你只是接火棒的 這個 真是接火棒的 我自己的感覺是 那潛塌是突然間發生的 你很難有所預計的 所以以社會科學來說呢 樓是用來住 不是用來炒的 我們國家已經說了很久的 香港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 我們要轉型 為什麼要轉型呢 其實現在有很多內地朋友出來買樓 你說內地人沒有錢 錯啦 當然是很有錢 只不過不知道投資方向是怎麼樣 看他去買日本樓 抬著現金過去 你就知道多厲害 現金買沒問題 他來 多財大氣粗 但是呢 一鑊又一鑊 大家知道現在世界的經濟 是出現很大的問題 金融行業呢 也出現很大的問題 日圓 幾個選擇而已 第一個選擇 就是回光反照 突然間升回一輪 是吧 這些不奇的 絕對不奇的 但是當西瓜會大邊 大家覺得 我要止蝕了 大家知道恆大債券那件事 是吧 錢納 賣不出 賣不出 我當然快點 令到我的損失減到最低 非理性的就來了 你低 我比你更加低 你要玩 我就跟你玩 還有你國內 即日本國家內部 其實人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你的物價不斷飆升 買一棵菜 買一個牛肉 你都會發覺 我是要買一棵菜多行 一百多元 一百元才能買到 大哥 我在內地買一棵菜 七元一斤 是不是 那你說 消費發生什麼事 你現在賺的錢 我計算過一條數 根本就入不敷之 完全是靠借債的 日本其實在倒退 變成一個發展中國家 甚至是更加驚人一些 還有一個貧共國家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很喜歡看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其實有幾個貨幣加起來 歐元 日元 英鎊 加指 瑞典克羅 瑞典克羅 和瑞典法羅 這六種貨幣 其實它最主要是看它給錢之間的匯率 我升你就降 這個是一定的 是吧 歐元 動不動它 其實已經動了歐元 北極那件事已經動了 大家知道 現在歐元的整個通貨盤盡 其實是比美國更厲害 但是美國現在也很大 日元當然要收割 佔了13.6% 看資料顯示 我當然要砌你 我不砌你 支撐我的星 你要找一些血書給我 我明知道你正在死 那我當然先把你殺掉 現在目前這樣的狀況 其實看得很清楚的 就是 你日元 就算我當你 我們節目播出來的時候 回光反照星 這個只不過是 給大家逃走的 一個屠生門 大家留意了 這個是屠生門 不會持久的 因為現在全球的經濟 已經是被老美預備 玩死忠的 全世界 連我們國家 都未必可以獨善其身 但是資金一定會走 只要走一個地方 不會有其他地方可以走的 你跟我說印度 我都不相信 走在哪裡 大家自己想吧 我都不敢說 免得你這樣唱好中國 究竟你有什麼好處 我沒有好處 只不過我覺得 我有需要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避險的情況 現在美元在收穫著全球 或者你說拿什麼幣 我們不是說買什麼幣 如果你說我的錢 你作為一個盈利工具 叫做炒賣的貨幣 買來買去 那不是叫做拿什麼幣 你只不過是一個叫博弈 在那裡投資投機 如果你說拿什麼錢 我覺得你在哪裡生活 你的錢用在哪裡 你就拿什麼錢 你不要管它和其他貨幣高高低低的 你拿一個國家的CPI 0.1% 就是中國的物價 這麼多疫情 我們都能夠穩定到在那裡 那你拿著人民幣 你夠你的生活 日本人都不會拿1日圓了 對嗎 對嗎 不會的 對嗎 你現在拿港幣 今天李先生跟我說 喂 大衛sir 你盡快把你的港元轉成人民幣 我說我轉了 我95%我都是人民幣 對吧 我做了部署 我從 從 兩年前 我兒子進來讀書 我就不斷地存在人民幣 存在這麼多年裡面 沒有 我都可以用的 問題是 我拿著人民幣 我在香港 大部分地方我都可以用的 沒錯 你隨時可以離外人民幣 換港幣 你又可以換港幣 在內地生活 基本上的生活費用 你都用人民幣結算 但是日本人是慘在什麼呢 日本人他們的能源 各方面越來越貴 能源就是CPI之母 所有的產品 反映到物價裡面 背後是什麼能源 因為沒有一樣東西離開你的能源 你運輸那件貨物 生產那件貨物 全部都是講你用的一道電 生產到多少東西出來 賣多少錢 包括你的汽油運輸 你開電燈 開店鋪 那你背後的 現在日本 每一滴油都需要用美元去結算 要不然你就賣你日圓 換取美元流動性 去支付你的能源 那這個是死硬 那些人就說 日本人的日圓跌了會 有利於出口 日本都有很多東西出口 也很多都是它製造 如果它百分之百日本製造 它是有著數的 就是我入完的工廠 除了能源之外 它的廠地、廠房、土地、人工 都是日圓找數的 它會有些著數 但是日本其實很多的產品 含有外國的原件 是要用美金買回來 還有原材料 它自己沒有的 它沒有礦 沒有能源 那麼最後一闊三大 它的東西出來 始終是會貴的 成本會上漲 會抵消了它的日圓貶值 帶來的好處 所以大約Sir說的日圓 真的不太好 除非有一天 它夠膽站出來 和美國宣戰 我就要沽你未債 大家看著 我現在先沽你五千億 我現在放在這裡跟你玩 這個就是玩人心 誰敢來動我日圓的 我五千億沽下 我還有八千億 這樣嘛 有一件事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我現在人民幣和日圓 本幣交換正式開始 日圓就會混 除非你可以換 你日本要跟我們聲明 所有你的半導體產品 要跟美國掛掉脫鉤 不可以再接受美國 要你禁你就禁 我和你換就幹什麼 就是這樣 這個當然過程是很多 但是如果這樣也有機會 是的 你這個不要說沒有機會 因為說真的 你始終你如果 我當你所有產能都是 都是你自己搞定 所有的資源你都有了 你和俄羅斯的關係怎麼樣 俄羅斯都廢話你 大家很清楚 其他世界上高 我救你 大哥我先救我自己 現在美國有全球收割 我怎麼會救你 沒有可能的事 還有大家要留意 你不要以為 日本現在整個的情況 怕跌了 大家很開心 覺得日本生產是OK的 老美根本完全沒有這樣想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作為一個經濟學家 其實都很清楚 你人民的生活出現這些問題 我根本連工都不想回 我只會來亂 我生活都生活不了 我為什麼不跟你死過 大家知道當年幕府時期 日本是非常混亂的 你打我 我打你 德川家康 風田秀吉 那幫人其實你打我打他 原因是為什麼 我飯都沒得吃了 我褲都沒得穿 大家知道的 當年 當然這樣的情況 你日本其實分分鐘是會撕裂了 大家完全沒有安全過 或者逃走了 以前還有巴西 大家知道 提心曾經做過巴西總統 是不是 你還有外面的地方 現在鬼理你嗎 你扣馬力嗎 都不行 完全全 就是抽田犬這樣 那你怎麼玩呢 沒得玩的了 這個問題 就是日本的一個死穴來的 酸不酸展 所有東西拿頸就命 老美做了一步很絕的 之前 日本是不敢動的 第一 他的行長 他的行長 就已經講到明了 我上台的時候 我會聽老美之嘴 去點的 另外一件事 軍事上曲 都是被老美騎著的 大家知道的 就是很多 我看到台灣的一些媒體都說 喂 你現在 好像日本的整個情況 可以拿到自己的主權 錯 而是日本的情況 是將主權拱手相讓給 所謂的印太司令部 是給了一些資源給他的 日本要做每一步的事情 都要聽美國說的 現在美國就是實現著一個實質的 我們講的殖民主義 實質的 這個沒得說的 日本想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是絕對不可能 老美都不找他來 因為我講過的 你這麼聽我說 我正好動你的 老美會跟你客氣嗎 就是因為你不會反抗 我知道你是我所謂的盟友 你覺得是盟友 但是對不起 你只不過是我菜單上高的一道菜 那我當然會動你 是不是 我為什麼跟你客氣 我想我們不會跟一些 我講肉食性 或者素食性 我不跟一棵菜講感情 是不是 我是說動你 我要吃 那時候我要吃飽我自己 就是老美是這樣的心態 現在 日本有沒有可以走呢 不能走的 就是不要說日一很便宜 你就唱日一去日本玩 想都不要想 用來做什麼 不好意思 夠玩就夠了 唱來玩就可以了 你拿來做投資就小心了 唱來玩都不好 像諾貝爾和福島的事件是同級的 是啊 現在有很多傳統說那邊的莫名其妙 有一些月月養本發覺他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變化 當然 我們不是這麼近看 Anyway 今天就講到這裏 我們都講了幾個題目 今天就長一點 都長兩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還未 還未 一個小時十七分鐘 不過都可以的 過到這裏先 一集 我們就不要讓觀眾那麼累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裏先 好嗎 就這樣說 多謝儲基兄 記得訂閱 儲基看世界 還有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點贊 分享看廣告 這集長一點 不好意思啊 各位已經聽得很精彩了 我們把觀樂量最推爆下去 OK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